啊哈哈放假喽放假喽 我要去找我的好朋友小迪家一起玩了 哎呦前面路口怎么回事 怎么有浓烟还有火光呀 发生了什么我要去看看 哎呦我的天哪 这怎么发生了交通事故呀 一辆公交车和出租车碰一起了啊 不好着火了火越来越大 再这样下去车子会被烧毁的 赛罗爸爸告诉我遇到事情不要慌 要立刻寻找大人帮忙 我要去找大人来救援才行 哎呦真不容易哎 这么久了我贝利亚大王 终于当上了光之国的消防员了 我今天就要开车出去巡逻 让大家看看我贝利亚也是个正义的勇士 来啦来啦小风车来啦 大家去让他他跑得快 哇哦小风车也慌 不怕不退缩又交给我 还有前面怎么会有个小朋友站在路中间呀 我得下去看看才行 原来是你呀小赛罗 你干嘛一个人跑到马路上来 你不知道这样是很危险的吗 要是有车过来你会被撞的 赶紧到路边安全地方去 贝利亚叔叔对不起我错了 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但是现在发生了大事了 前面有车子发生了车祸 着火冒烟了 我太着急只顾着跑来找人救援忘记自己在马路上了 贝利亚叔叔你开着消防车赶紧过去帮忙灭火吧 情况很紧急 你说什么小赛罗 发生了车祸 还着火了 我的天呀 在我的地盘居然还会有这种情况发生 实在是太不小心了 情况我已经清楚了 你赶紧到安全地方去 我现在立刻开着消防车前去灭火救援 你做得很棒 我要给你点个赞 贝利亚开着消防车来到了着火的车子旁边 噴水孔对准火源就开始灭火了 经过两分钟到奋斗大火终于被浇灭了 太酷了 哎呦 这个交通事故也太严重了吧 小车都快被压扁了 还好没有人人受伤 道路都被堵住了 还好小赛罗及时出来呼叫救援 这小子真不错 我要去好好表扬一下他 小赛罗小赛罗 你真是个勇敢的孩子 大火已经被我浇灭了 放心吧 没事了 你做得很正确 遇到危险要找专业的大人来处理 小朋友不要贸然去灭火 这样是很危险的 地球上的小朋友们都为你感到骄傲自豪 我等一下还要去把坏掉的车子拉走才行 好严好严 贝利亚叔叔你太棒了吧 这么严重的事故都被你处理好了 你真是光之国的大英雄爷 我也要向你学习以后成为保护光之国的英雄 好了你也要加油哦 我现在要开着这个拖车 去吧 坏掉的车子拉去维修站 把道路疏通才行 贝利亚把拖车开到了事故发生地 在她的帮助下坏掉的车子 全都被拖车带走了 太棒了 好 好 好 fasc兴趣 我不太帮助下坏掉的车子 好 魁